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先修吧 有时候有些恐惧是一些 也是一些业力的 怕的慢慢就消失了 慢慢就是那种业力就对你 因为你是个幻境嘛 他那种业力就是信息 这里边有些信息影响 定不住 在稻草或者你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在修行 你在学佛法 它总在清洗 反正你是恶业越来越少 就是清洗 因为佛陀佛菩萨他有阅力嘛 你闻法他就在清洗 闻法就清洗 就像释迦牟牛 他不是替他的正量在发愿 你闻法法就清洗 闻法法就清洗 你可以多闻法法去嘛 如果恐惧啊什么 因为佛陀的他里面 不是说那几个字起作 他是他的阅力起作 因为你在看那么近的时候 你跟他在沟通 他的能量通过那个渠道就进入了 是他的阅力 变虚空变法界 他阅力很厉害 只是你的频道没对着他 你在执着别的东西 你希望通过这个来改变自己 只是你的念头太砸乱了 比如你去清经 你去放开一个经 你也不用清躲不清躲 也不知道你打开他 你相信佛说的 就信任我交给佛陀了 这一刻这就是佛在聊天 佛在说我交给你了 OK那一刹那你就放下来嘛 恐惧也罢 失落也罢 被判也罢 伤心也罢 如如不斗也罢 什么都放了 不斗也罢 甚至什么放下来 交出去 然后去听闻 听闻经典或者听闻 然后就再清洗 就是你的频道就对着了 所以信任蛮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偶像真的多厉害 是你需要信任 你需要一个信任的东西 但是你也相信佛陀 释迦牟尼佛的层次比你高 高的能清洗低的 就是这样 你把频道对着他 把他的法流流过来 然后一点一点一点 帮你清洗清洗 如果你见不到 你还是恐惧 你还是失落 只是没洗完嘛 因为在这中间你会漏掉 你自己会杂念纷飞嘛 你不专注嘛 你听闻不专注 所以你洗的没那么干净嘛 你继续洗啊 因为有时候经典 因为 为什么讲经呢 因为大家对经典 有一星期接地不移的信心嘛 比如说一个老师 无缘无垢 坐在那儿乱讲 你可能说这个老师开悟没开悟 但是佛 你最起码在你内心有种政治 有种知诫 觉得佛好像是开悟的 你不会怀疑佛没开悟哦 那么他说的话 你不会怀疑知道吧 你能生起正念正信 好 OK 那就从经典里别说 把经典打开 你可以听不懂的 没关系 让他讲 如果你心里不烦 你就一步进 比如我们有视频 打开就放在耳边 你就睡觉 早上起来没做洗完了 真的起作用 因为他毕竟那些话 其实一个老师 他讲的好不好都不重要 但是他那些话 有些原话是佛说的 但只是有些老师讲的不圆满嘛 因为定理不好的话 睡前做也起作用 就是梦里边 就是你在睡梦前 比如说你今天身体疼嘛 或者是腰疼或者声音 你也可以就是把经典啊 或者那些返背啊 或者是就是打背周等等 你放在耳边 就让他拨 就是放在旁边 然后入睡前就求佛菩萨 给自己治病啊 给他做啥 因为你在似碎非碎的状态 更容易跟这些就切入 因为你没定理 平时散乱嘛 你没办法 你自我太强 自我就是屏蔽了 你的自我就由于把这个 跟佛菩萨的这种通道屏蔽的 所以你似碎非碎的时候 自我就就就就吃弱了嘛 好 这个时候够容易够透 就很多在梦境里边就会觉得 哎 好像菩萨在我把我治病哦 因为你打开那个渠道 菩萨的手就伸过去 因为菩萨的手很长的 所以所以你但是重点是 你要把自我那颗 我忘我一下嘛 因为自我就是强有力的屏蔽 所以他就伸不过去嘛 所以你就放松 然后呢 似水非碎的 当然梦不见也算了 也不是说这久还不起作用 什么东西都我好的地方想 哎 就算梦不见也起作用 就是这样 因为佛就是我们自己嘛 但是正道者就是你自己 你在哪他在哪 怎么能不在呢 你看不见他肯定是你有屏障 又跟不进 不算是有一定的 那么我自己也有什么 那你有一点 可以给你 newest选择 这样子 куньへ 了 无论 自己 在哪个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